美联社分享 德罗展Mark Rosen在今天面对勇士的比赛中首节就攻下19分 全场31投17中拿下42分5篮板三助攻 这是他本季第三次得分超过40分也是神涯第12次 此外根据统计德罗展在暴龙神涯已经92次单场至少拿到30分 超越卡特Vince Carter的91次月升暴龙时尚第一 波许Kris Bosch以60次排名第三 罗瑞Kyle Lowry27次排名第四 巴格纳尼Andre Bogdani以18次排在第五 德罗展日前在面对攻陆比赛中攻下暴龙队是最高的52分 而他目前累积12次至少40分的比赛排名队是第二 仅次于卡特的14次 暴龙此意在下半场一开始落后27分的烈士下展开大反扑 一度在第四节追到仅有一分差 不过在一次关键的球权争抢中 裁判透过重播系统认定德罗展触球后出界 而将球权改判给勇士 最终勇士惊险拿下胜利 德罗展赛后对于裁判的判决感到不慢 他表示这种感觉就像是五打八 就是那样的感受 这场比赛的一些吹法很糟糕